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后啊 我可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妈 你别走 丫头 今后我来照顾你吧 你到城里 好好地劝劝段套 到时候我好好地给你们操办一下婚礼 干妈 我都听您的 哥 我到了 你在哪呢 真的太忙了 我把这个事情忘了 干妈 哥哥 哥哥 桥麦到了吗 哥已经接到我了 你别担心了啊 那你打算待多久了 你不想让我在这儿待啊 我一个人习惯了吗 那保姆土的掉渣 老家人介绍了 那女人到底是谁 别再跟我说是保姆 别再跟我说是保姆 你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啦 今天我看见那个女同事 好像关系跟你挺好的 还行吧 今天到家里拿文件的也是她 同事嘛 难免的 其实我们俩的关系 也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好 平时工作接触比较多 是这样啊 对了 这给你买的 卡也办好了 以后你来之前 可以用这个手机给我打电话 不用了 拿着嘛 来 哥 快吃早饭 我会上班该迟到了 又做这么丰富吗 早饭要吃好嘛 来 来 我给你包 你喝手 你也别成年待在家里 待会儿我去上班啊 你出去转转你 不行 我这次来干嘛度 我招待任务了 才让我尽快带你回去 咱们这个周末就回去吧 回去 回去干嘛 怎么 你不想和我回去 对了 你不是行李掉了吗 嗯 拿去买衣服吧 不用了 我这身衣服晚上洗洗 第二天早上就干了 那这天气能干吗 给你你就拿着废话 嗯 啊 时间不早了 我该去上班了 嗯 你还没吃几口呢 你拿个包子 哎 行了 等一下 你去擦擦 好嘞 走了 你晚上早点回来 哎 去哪儿买衣服好呢 去哪儿买衣服好呢 李叔 李叔 你刚刚是不是玩 你已经让路人身上了 是吗 不会吧 那夏总 待会儿你还要开会呢 你就别去担心什么路人了啊 嗯 嗯 欢迎光临 小姐 我们这里衣冠不整 恕不接待的 哦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穿成这样的 嗯 我正想买件衣服把它换了 想买什么 哎 这个 啊 这件衣服是纯白的 不好拿手摸的 哦 这身色的也不绕摸啊 那倒也不是 这件呢是新款 不打折的 三千八一件 三千八 买不起就走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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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君也来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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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夏总好 夏总好 你好 请问是您打的电话吗 嗯 那是怎么了 我马上了 您去看看 把画面放大 喂 你别走 给输 嗯 您反映的情况 我们都了解了 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答复就不用了 我只是想说一句 你们店里的衣服是挺好的 不过买得起与买不起 也不能不尊重人吧 好 小林 过来一下 请稍等 别说 好 小姐您好 刚刚收到了公司的答复 对于您在购物过程当中遇到的困扰 我们公司高层表示非常的抱歉 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 请您在VIP休息区稍作休息 我们将会为您送上一份礼物 礼物 不用了不用了 我打电话也不是为了要礼物的 只要你们能改善就挺好了 请您一定要收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番心意 请您一定要收下 夏总 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 嗯 把那个店长调离员岗位 让他重新接受培训 这就去办 先下来 先下来跟我出来 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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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来呢 徐小姐 公共场合请您注意文明用语 对付你们这种不文明的人 我还好言好语 我那是对牛弹琴 这样吧 有什么到我办公室去说 我不去 我知道你们玩什么把戏 说是要好好谈转身人就走了 不是都是有老婆的人了 还来欺负我干嘛呀 一位本小姐好欺负是吧 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看看 你们都是 都是神户死的 先下来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先下来 把这些人带出去 你说我找着你们 干嘛你们 你们干嘛呀 先下来不是好东西 你放开 先下来 你不能放在你 你别动我 你放开我 先下来没一个好东西 放开 先下来 说咱们下走吧 什么事啊 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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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魂类 臭杀 吃不了 倒着走 小心 小心 你没事吧 刚刚多危险 你出血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走 慢点 你们最好还是留院观察一下 看病人是否有脑震荡 好的 谢谢您啊大夫 嗯 你怎么又哭了 我心疼 你别再为那样的男人伤心了 多不止 是不是 是啊 我要是 我要是真发生什么事 那男人肯定觉得耳根子清静 我还成全她 就说禽兽 还是衣冠禽兽 你等着 我有办法见到她 她 你干嘛去啊 夏总 刚刚那位乔小姐找您 让她进来 是你 是你 怎么又是你 我在飞机上见过你 原来你就是那福西翰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 我叫你福西翰算是清的了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 差点害一个姑娘丢了性命 现在还在院里躺着呢 你但凡是个人 你但凡有点良心 你现在就赶快去和她赔不是 就算你对她没有感情了 就算你一行别列了 你们是不是也好聚好散呀 你别以为你现在躲在这儿 像个缩头乌龟事就没事了 现在没有人收拾你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会有人收拾你的 什么情况啊 什么 你把夏至给骂了 我从小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骂人 骂得那么狠 骂错人了 我要找的那禽兽 不是夏至 是她堂弟夏宇 我去找夏至是要了解一下夏宇的情况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刚刚 我又是侮辱她 我又是骂她 我还诅咒她 怎么办呢 怪我 怪我 我当时脑子也晕了 我没跟你说清楚 我 算了 也不算完全冤枉她 谁让她那么护盹的 她也有问题 算了不提她了 你怎么样 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我没事了 都挺好的 来 你坐下 把你手机给我一下 我们一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哪里 好 好 毛这么长时间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乔迈 乔迈 乔迈 我叫曲美韩 这次我欠一个人情 给 这是我电话号码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曲美韩 乔迈 谢谢 不客气 我两次想回去吃了吧 你回到这儿吧 我哭了 你哭了 你哭了 我哭了 你哭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过了 这件事情啊 确实不能逼你 毕竟你们兄妹俩感情这么好 我也不想当个坏人 那 你放心 我们俩现在啊 就是好同事 纯朋友 特别蠢 你真的想通了 想通了 开饭 来客人了 你就是乔麦吧 我们见过两次面也没说成话 但是啊 我经常听段涛提起你 说你做的饭特别好吃 所以这不我顺道蹭饭来了 我不是空手来的 欢迎 正好我们今天吃火锅一起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快坐 快坐呀 怎么 你不乐意啊 没有啊 我去再给你夹饭筷啊 谢谢 怎么没有脆皮肠啊 嗯 有啊 来 他最喜欢吃脆皮肠了 这个啊 我们单位同事都知道 乔麦 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夹 你是客人 怎么还让你照顾媳妇我来了 你吃啊 你出发来好很多呢 来 陈子怡 你最喜欢吃这个 乔麦 来 最喜欢吃这个 嗯 好吃吧 嗯 好吃 乔麦 嗯 我来洗吧 哎 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洗呢 哎呀 行了 我不能白吃啊 你说是吧 哎 哎 你赶紧出去吧 别在这儿凑热闹 反正啊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 我给你打下手吧 行 乔麦 嗯 你帮我看一下现在几点钟了 手机在你旁边呢 哦 你都看见了 我和段涛在一起 已经两年时间了 你看着办吧 要是你还好意思继续待在这儿吗 我也不介意 乔麦 你开我手机干嘛呀 段涛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乔麦 为什么要开我的手机 乔麦 你别生气啊 我和段涛 我和段涛 就是怕你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才决定暂时隐瞒你的 你对段涛的感情我们都知道 可是你在她的心里 就是她的亲妹妹 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你是她的亲妹妹 也就是我的亲妹妹 或许多说客人 世伯 不许多说客人 也许多说客人 我一个人还不许多 aí 我一对你 我一对你 你 одно说客人 你说话呀 你现在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要我说什么 该说的不该说的 你都说了 那你是怪我了 是你自己回来说要告诉他了 跟你说了吗 现在闹成这样你怪谁我啊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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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吗 谁怪你了 我不过说的事实 我们俩在亲手里 这是你埋上埋下的吗 你不忍心伤害你乔曼我理解 可是你就忍心伤害我 好 乔曼 乔曼 你过来 今天你就给我做决定 我们俩 谁走这儿 乔曼 乔曼 你干吗呀 他人身定不出的 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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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丫头 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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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慢点 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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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曼 乔曼 乔曼 厨曼 他等我 & cupcakes 檢 以后我来照顾你 你不想去吧 谁没爹没妈 谁就是业头 我懂 疼吗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敢欺负你 乔麦 来了 我走了 你自己好好的 这个给你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呀 谁叫你说我妹妹呢 我走了 拜拜 哥 早点回来 喂 喂 丫头 你在哭吗 没有 没有 你怎么了 是不是段涛欺负你了 快说 没事 我刚刚在厨房切菜来着 辣椒呛的 是吗 真的 没事就好 我只是想试一下电话通了没有 哪知道一接起电话就听见你在哭 真的是急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做饭 段涛 段涛在家业班来着 我给他做点好吃的 乖孩子 有你在段涛身边 真的是让这小子享福了 干嘛 我厨房里还做热水 我先不和你说了啊 不对 真的不对 姐 出什么事了 丫头那肯定出问题了 乔麦跟你说啥呢 她倒是没有说什么 可这丫头是我养大的 她一撒谎我就听得出来 她从小就是这样的 受了委屈 总不肯说 都是自己扛 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担心 姐 你就不用担心了 有段涛在那照顾她 绝对没事的 好 苏萍 给我买一张机票 我要去看一看 我不亲眼看到乔麦 我不放心 这乔麦跑哪儿去了呀 她那么大个人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你别太担心了 今天这个事情啊 都怪我了 对不起啊 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你 迟早有这么一天的 你要是听我的早告诉她 不就没这事了 我就是不忍心怕伤害她 事到如今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之所以不忍心 除了怕伤害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 其实我们家 对乔麦是有亏欠的 在乔麦一岁多的时候 她母亲就去世了 后来她爸爸又结了婚 她后妈对她很不好 当年她爸 因公去世 和我妈有很大的关系 长长啊 咱们这批生产线 必须马上更换 设备严重老化 随时有漏电的可能 所以 老乔 不是我不换 是厂里的资金 出现了问题 拿不出那么多钱 来更换设备 你看这样吧 你找几个人修修 怎么样 那 那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不能让工人们 梦着风险 去干活啊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两天一定是大家当心一点 坚持一下 过几天我拿到了钱 第一时间更换设备 那好吧 我先出去了 姐 你真的要打算收养乔麦啊 那她要长大以后 知道了真相那怎么办 我不能以为害怕 就扔下她一个人 当初 如果我听老乔的话更改了设备 她就不会出事了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想一错再错了 妈 我和乔梅都饿了 你们多久煮饭呀 她终于肯吃东西了 听到没有 丫头要吃东西了 走 快 我们去做点好吃的 小的时候 我还不能完全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 后来慢慢长大了 也慢慢明白了 不管怎么说 我妈对乔麦父亲的死 多多少少是有责任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是在替你妈赎罪 谁啊 你没什么事 你没事 你没事 我还没想到 你不死 你还不失望 你还不应该 occasion 有什么事 你还不会 你还不瘦 你呢 你还不得不死 你看你 这房子是什么样的 你也是在替你妈赎罪 你也要拿给你 我们因为室友 多多少少时间 你是在替你妈赎罪 你没什么 干嘛 你對我的好 我一輩子都高抬過 你讓我幹啥 我就幹啥 我讓你去跳樓 你也跳 嗯 跳 哎呀 這 真傻孩子 我差一點點 切電話 切電話 阿諒 怎麼老是掛過電話 跑哪儿去了呀 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不行 我要报警 你报什么警啊 他是成年人 而且是自己跑出去的 这都不算失踪 再说了 成年人失踪 要四十八小时以上才算 你报什么警啊 难不成让警察 满大街的帮你找人去 那怎么办 就这样干耗着呀 你先沉住气 他在挂影电话说明人是安全的 我们再等等看 跟哥去开比一下 开比一下 什么烦恼都没了 就是 你干什么呀你 去开比一下 干什么呀你 妹妹 别走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 走走走 走走 对不起 不错 非常地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一边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摆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你就这么走了 你这车一定挺贵的吧 你干什么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那以后我有了钱 我再把它收回来 不用了 你拿回去吧 你拿着吧 就当是个信物 万一我跑了呢 我去哪儿吧 你去哪儿吧 白 Satan 我去哪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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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的 怎么了你 有气无虑的 明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明天啊 我现在天天都有空 那行 就这么说好了啊 你干嘛呢 我 散步呢 这个点了 你在哪儿散步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什么 不是 你说大晚上一个女孩 你在外面瞎祸有什么呢 你万一遇到流氓怎么办 你赶紧回家 姐 我也就没家了 你 你别哭啊 什么叫没家了呀 这儿 你赶紧告诉我 你在哪儿 我过来找你 强麦 走 快回去 慢慢 没事吧 今天你就住这儿吧 总是一句话 把这儿当自己家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早点休息 快回去 你就不问我 为什么没有家了 你要想说呢 你自然会说 你要是不想说 我问了也白问啊 咱休息 咱休息 喂 乔麦 你把那个视频素材 发我邮箱吧 嗯 你不说打了一晚上电话 联系上了吗 总是挂点啊 挂点是好事 说明人没事 你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在这儿无亲无故的 也没地儿去啊 过一阵想通了 自己就回来了 这么大的事 我就是怕他想不通啊 这不就回来了 妈 你是 请问段涛是住这儿吧 你哪位啊 妈 你怎么来了 你准备让我这老太婆 在门口站多久呢 妈 喝水 她是谁啊 怎么会在你家里 哦 她叫陈紫衣 是我一起合租的事业 什么 孤男寡女共处仪式 这像话吗 您别急 紫衣和她男朋友一起住 只是最近她男朋友出差去了 这么说 你们两人是单纯的和租关系 没有其他关系 那当然了 对了 丫头呢 她不在这儿 什么 妈 您别急 那个乔麦报了一个全日制的 托产会计班 平时都住在学校 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呢 学什么会计嘛 她的算盘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乔麦想学嘛 这么说我要见她一下 还得等上半个月了 她最近忙着考试呢 难得她有上进心啊 她要是能在你的身边 这样安定下来呢 我也就放心了 你呀 可千万不要辜负了那个傻丫头 你放心吧 妈 我都听你的 来 妈 你饿不饿 我去厨房给你弄点吃吧 好 你这个大孝子来这儿干嘛 好不赶紧过去陪你妈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不对 你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骗的是你妈 又不是我 我一个合租的室友 有什么好神奇的 我知道你气得撒谎 但是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 恐怕你今天晚上 就得被我妈赶出去 段桃 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你打算把你妈瞒多久 你是不知道我妈那脾气 她对乔麦 比对我们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 她要是知道乔麦离家初走 我们俩又是这样的关系 她非宰了我不可 眼下只是权宜之间 你放心吧 她待不了多久 等她走了 你想怎么惩罚我 都可以 行 你真行 我陈子怡还没受过这种委屈呢 小声点 儿子 你怎么那么慢啊 你想饿死你亲娘啊 妈 哇塞 你起来了 快 来 来吃饭吧 我说多久 你没有见过这么正儿八经的早饭了 昨天晚上看见睡得比较早 肚子肯定饿坏了吧 尝尝我的手艺 这都是你做的 好不好吃 嗯 嗯 嗯 你慢点 我太好吃了 嗯 你说什么呢 那怎么这么回头都想用不成功了 我太有没有气了 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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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太好吃了 我吃你就多吃点 来 还有呢 哎 我发现我这儿不是来了一个室友啊 是来了一个超级大保姆啊 哎 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啊 嗯 不知道 我在这儿 一清无故的 除了你 我就没有其他别的朋友 嗯 如果你接下来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呢 你就跟我合租吧 真的 嗯 那对我来说太好了 但是 你这房子太好了 我怕我租不起 那你说多少租得起 就是这个说 真的 行 那你再多吃点 我天天给你做 够了 您吃 还有鸡蛋 您会是买的 怎么可能 我还会做面条 你喜欢吃吗 那这样做面条啊 你打算装多久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一天也忍不下去 妈就那脾气 你还是忍忍吧 大小姐 好 你最乖最听话了 回头我给你买个包啊 你上次不是看见一个新款的包吗 一个包就想把我打发来啊 丫头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你啊 还得好好疼我 疼 妈 你们在干什么 在张苏芬看来 乔曼与段涛从小相亲相爱 如果这一对青梅竹马最后走到一起 这未尝不是一件喜事 然而段涛方面的意外 显然超出了张苏芬的预估 而对乔曼来说 比起不能成为段涛的女朋友 她更难过的是 在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人 却对自己如此隐瞒 自己的干妈竟然与父亲的去世有关系 乔曼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份沉甸甸的事实 她无法面对养育自己长大 却又对自己如此隐瞒的母子 所以面对张苏芬和段涛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她选择了逃避 现在段涛和陈子怡的亲密被张苏芬发掘 张苏芬由此开始意识到 乔曼的离开是另有内情 张苏芬现在还不知晓 乔曼意外得知了当年的事实 她能不能挽回这一段 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的亲情呢 没有学历又毫无准备的乔曼 就此将要一脚踏进复杂的社会 她该如何生存 敬请期待我们的第三集故事 你这混小子 别人的女朋友你也能碰 我才是你儿子的正牌女友 儿媳妇只有丫头一个 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你这不就是上次投诉你为了你的那个吗 看我怎么扯死他 我要是真想和乔曼好 那我毕业就回去和她结婚生子 要是你妈逼你呢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想输 夏总 要不明天再加试一场 那就这样吧 怎么退车呢 对不起啊 别不错 现在客户投诉你壮人 说你两句你还打人 对不起 主管 都是我的错 丫头 你能原谅我吗 你对我这么好 不就是因为想让你的良心好过点吗 跟人吵个架至于走这儿哭吗 怎么办